嗨大家好 我是趙洋 今天繼續來跟各位介紹 我們要學網站 之前除了準備好這個硬體的工具 比如說個人電腦或者是Notebook或者是 這個蘋果的MacBook Pro 等等這些硬體的設備 那接下來的一步就是要建立在這個 開發環境 那開發環境包含著這個 我之前上集有介紹過的這個 編輯的網頁的軟體 程式的編輯軟體之外 那當然還要這個瀏覽器 那瀏覽器當然就是 各個電腦的作為系統都有配備 比如說在 MacOS上面就是Safari 那還有Chrome 或者是還有這個 這個Firefox等等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要建立這個 網站的Server 就是WebServer 網站的伺服器 那 我們如果說採取這個 MacOS系統的話 電腦來邊寫這個網頁的話 那 蘋果電腦自帶這個 有自帶這個 一個WebServer 它叫做Apache 那apache 那首先 我們在 我們可以打開一下 我們現在測試看看 那把瀏覽器 打開之後 我們把這個設定打開 那我們到網路查看一下 我們的網址是 192 這個是內部的網址 我們把它拷貝一下 好的 把它貼上去 來 那先上去各位可以看到 目前這一台電腦 它是沒有辦法連上去的 那我們第一步就是 建立這個 WebServer的環境 的話 就是先把這個 Apache打開 那怎麼打開呢 首先我們在 啟動台裡面先把 東專機打開來 東專機打開來 接下來我們可以 打這個指令 那 那我就是複製貼雙啦 那比較快 然後按Ater 那它會要求你輸入這個密碼 開機的密碼 好 那 打開之後 在我們把 在東專機打開之後 首先我們第一步可以到 把 活動監視器打開 來看看 查詢看看 那如果說你不是依著這個 存序名稱排列的話 你把它點一下 這種A道理 那我們要查看的是 這個 HTT TD 這一個程序 那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 12345 這個Apache 這個就是Apache 那Apache預設會開5個實體 那這個 以後我們會談到 如果去調整這個 Web server Apache的它這個效能 可以在這邊 這個調整 那好 我們看到 這樣它就啟動了 那如果說 你重開機 或者是說 有需要配置之外 一般是 這樣打了之後 你下次 電腦重開機之後 這個 Web server Apache 它就會自動啟動 那如果說沒有自動啟動 那你可以打 另外這個 這一行 那也是 SUD Apache Control RESTART 它就可以啟動了 或者說中間你有修改這個 Apache的設定值 等等 那 這邊也在另外談到的就是 這個Apache 它 附掛在這個 MacOS上面 它只有單純的Apache 那也附帶了 因為你可能作業系統版本不一樣 它 這個 Apache的版本也不一樣 這個設定調整也會有所不同 那 它只有單純是Web server的環境 那如果說你要執行這個 Java或者是說這個 Apache PHP的 後端的這個 程式的檔案執行 那還必須要安裝這個PHP的版本 那也包含了這個 要連結到這個 資料庫的 ODVC等等 一切的這個模組 全部都要安裝 那我們今天先談到這邊 那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打開這個Google的瀏覽器 那 我們在 輸入剛剛 那個網址 當然這個網址會根據就是說你自己內部的網址而不同 而不是依照我這邊這樣打 好我就要按Enter 好 那出現了這個 It Works 那 就代表這個Apache 他已經啟動 那 這樣就可以使用 那這個Apache的這個 路徑在哪邊呢 我們編寫了網站 當然就需要把這個網頁等等程式檔 流進去 他才會運作 那我們首先可以看到 他這個網址 就是在這裡 我們可以 我先打一下 那我可以看到 在Finder上面有一個 前往 那就前往檔案夾 前往檔案夾 那我們打這個資源庫或者是Library 記得前面要右寫寫線 這樣打下來 webbserver.com 然後按前往 他就會出現了 那剛剛各位看到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那他的路徑就是這裡 那你也可以把他建立成一個捷徑 把它丟進去 那 我們在實際上在設計的時候 我建議就是 各位就直接 把檔案通通歸納在這邊 然後修改 這樣可能會版本 造成 不一 或者是自己改到什麼樣的情況 或者是被分的問題 那可能會造成 你 瞎忙一場 造成 這個版本不一的困擾 接下來 我們來 了解一下這個 我們要開發 一些網頁的時候 所必須要用到的這個 開發工具 也就是 編輯軟體 城市的編輯軟體 那這個軟體叫做 Subline Tax 那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軟體 那如果說我們在寫網頁的時候 最好是設定一個 這個資料夾 就是說專案的名稱的資料夾 那你所要編輯的這些 網頁 通通把它 丟在裡面 不管是圖片也好 那這個 網頁也好 任何的多媒體資料 通通歸納在一個 網頁裡面 那首先 當然我們可以 這個軟體 它可以單獨 一個一個 開啟 譬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Open 那這個 單紙要開 打開一個單一的網 網頁 那 如果我們建立了一個 資料夾 那就變成是一個 獨立的一個專案 或者是說網站來講 那我們可以從這裡 Project這邊專案 那我們可以 打開 按Open Project 那找到他所謂的 我們的資料 資料在哪邊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好 你可以打開這個 打開 天圓 就是這個 天圓 然後點兩下 或是按Open把它打開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那 現在 這邊 你就可以拉寬一點來 看 拉寬一點 來看 看待這個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他的網頁 那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他的資料夾打開 那這個是完整的 包含這個資料夾裡面所有的 譬如說 哪一種網頁 哪一種圖片 哪一種CSS 他都會顯示 那這當中有一個 可以操作 比較方便的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我現在是點選 Home 這個HTML 那如果我們按著這個 Command 再按這個 把手再按 CART 這個HTML 他就會分別會出現在 右手邊 那如果是 我們在打開 他就分頁就陸陸續續打開 那這個是比較 那如果說你單獨 他又會回到這樣 那除非你再 重複剛剛 這個動作 按著Command 按著Command 再點這個頁牽 他就會跑出來 是要讓你比對的 那當然這個也有他的方便性 譬如說Home 那我們可以找一下 那個 譬如說 我們看一下 這個 Home這個 我們在 後端的這個PHP層次 我們按著 他就會跑出 這個PHP層次 那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的 兩者來對照 兩者來對照一下 我們譬如說我們 前端的這個 這個 前端的這個JS檔 去呼叫後端的 那我們就可以 包括各種這個 參數的邏輯 這個參數的邏輯 變數的 變數的命名等等邏輯 怎麼在跑 怎麼樣傳遞 那就可以很方便的做比對 那這是他的一個方便性 除此之外 如果說你是剛新建立的 那就沒有像我已經建立好了 那就可以在 一樣在Project的這個 Menu上面 有一個增加 啊 Added Float to Project 那這就會 看這就會讓你去選擇 你要新增加的這個 資料夾 把它變成是專案 那記得這個 下次你開啟的時候就可以這樣 對 那我們在建立這個好的之後呢 那當然 那我的習慣 可以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這個 在另外這個 資料夾 儲存檔案 好我們可以選擇 Save 或者是Save All 或者是另外唸存新的檔案 那儲存好之後你再把它 丟到 剛剛我們講的 Web Server裡面的資料夾 然後再去做測試 或是你 不想丟到 這個 網站的資料夾裡面 那就現在講的都是本級的資料夾 那你也可以 像這樣 同樣開啟 把這個資料夾 同時打開這個Google 瀏覽器 把它切換到開發者的 模式 把它切換到開發者的模式 那你就可以一邊 在這邊查看 查看它的模式 那你可以一邊檢查 一邊檢查 像這個 排版的樣式 排版的樣式等等 排版的樣式等等 那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了解到 這邊指的現在這個只是一個 示範 操作的示範 當然這個開啟的並不是它這個專案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預覽 譬如說樣式的改變 我們可以在這邊做修改 譬如說在這邊做修改 修改好之後 這邊可以看到預覽的情況 那我們到這邊再修改 真實的檔案 然後 然後我們在這邊 把這個 重新載入 譬如說這個是 重新載入這個 網頁 那重新載入就看到它的效果 那 以這樣來配合 一方面為什麼呢 我們採取這個 純粹語言 程式語言的環境 讓你熟悉這個 程式語言的邏輯觀 編寫的概念 那同樣 我們也 用這個Google來代替這個 ID 就所謂所識之所得的設計界面 當然這個是 比較 這個配合的方法 你可能會 有可能會這個 不習慣 但是 這是我自己常年的習慣 那我們重點 並不是在教教導你如何去使用這個 Subignite或者是Google 而是在講一個觀念 一個概念 那 兩者來配合 對你以後這個 編寫程式 或者寫網頁 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好 今天就說到這邊 謝謝各位 那下一集我們就會進入到 這個 網頁的 網頁的 標籤語言的介紹 跟幾說 謝謝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